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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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好 遇谁有缘呢 你信不信 但是这一次我真的验证了 真的信了 队友找我们定制两件货 我们就给他推荐了 他也没跟我们聊什么 我们就给他看了一下他喜欢 然后就定下来了 然后他想跟他老婆 一人做一个牌子 然后就看着设计嘛 根据尿子的特点 还有就是说 我们自己想要做的 一个体材的浓露 这个尿子我所设计的就是 大链如来菩提树下的 然后利用春色的这个位置做浓露 然后旁边这个飘情地的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做了一个菩提树 然后上面的黄露 还有排行 我们只是勾勒一下过渡一下 然后背面的位置 就是把菩提树的这个那样 那个树形给它延伸过来 把人物的背光给它展现出来 另外一件设计的那个谱弦 把人物的位置 好说在这个位置 把这个琴绿色的这个位置 设计的它的座席 就是回头的那种狮子 然后上面也是慢慢的往后面延伸 虽然说这两件作品 它是一个传统的题材 但是在料子跟设计上面结合 它也相对的比较的完美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设计 发过去了不到五分钟 立马就给我们回的两个字 确定 因为我们没有聊过 把他们两个人的那个本命符 给设计在这两块料子上面了 有巧到这种程度 验证了 欲啊 谁有缘人 它只要缘分来了 它自然会碰到它自己的主人 一样的那种感觉 然后今天就给大家记录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起货效果 会是怎么样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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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现在 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一块料子我们切了三件的作品 然后做的不同的题材都是客服定制的 在自然观下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起扩效果 第一个我们给大家看的就是大力如来 然后利用橙色的位置设计了人物 然后旁边的那些黄物 还有带一点情地的位置 我们做的菩提树 背面的位置我们就点缀了 然后菩提树 还有旁边的一些悟道的一个情景 另外一件我们所刻画的就是牵手光阴的 然后这个也是根据客户的要求 然后做占了牵口光阴 然后上面的画器 也根据卷菩提的那种画器的那种标志来刻画的 然后背面的位置 我们只是地链稍微点缀了一下做一些的核画 然后旁边的我们只是点了一些的造型 最后这件我们所刻画的就是文殊菩萨的 然后也是根据色彩的走向 然后坐骑 然后用群体的位置来做的 人物也是用群体的来设计的旁边的黄物 我们在上面点缀了黄骨龙 然后背面的位置 我们就做了一些山水 浅浅的勾略一下 只是把色彩给它提起来 区分一下 然后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记录到这里了 然后大家更喜欢哪一件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好了 这期就展示到这里了